那不然这样呗 请你们的人手再帮个忙 我除了床下的金子之外 还在造房南墙根的底下 挖了个洞 里面有两个箱子 你把那个大的拿出来 里面有地气房气 还有一些金钉银钉 都是我这几年的积蓄 能不能请你把它 都给换出来 换成非钱 然后再和自花一起带到这边 这样我们除了能还清 顾千帆的钱 也能给咱们查铺的本金 再充裕一些 那那个小的箱子呢 是隐章的 你的那些钱啊 我都给你放得好好的 我之所以之前拘日没给你 是怕你跟周舍 我明白 那会儿是我自个儿不懂事 都过去了 你要是觉得那些钱 放在自己身边才踏实呢 也可以请陈莲的朋友 帮你一起带过来 多换 多一文本钱也是好事 那你们就不准备留点钱 在前堂当做后路 确定 一分不上 不后悔 不后悔 买定离手 落子无悔 我在哪儿 我的背后就是退路 说得好 好 你别别别 我可千万不能收您的事 对 二姐 你要这么做的话 那就把我当外人了 再说了 现在呀 前堂的那帮兄弟们都知道 我搁这个固头 我们固头人又刚升官 他们八九还来不及呢 他升了什么官啊 西上和门士 富士 这黄正森呢 现在除了雷司公啊 就数他说了算 他现在还能穿大红袍 戴那个小银鱼呢 何值皆非 次银鱼带 看来官家很看重你们家头啊 你家固头年未而立 就无品再忘 你真是跟对了人 那当然 我这眼光多好啊 不过 我想说句讨打的话 就比您选男人的眼光强 你说得没错 希望我能幸运点吧 不用啊 不用以后啊 眼前就有 你 你在多大点 跟别人乱学油嘴滑舌 不是我 我说的是 好了 好了 那个 你就赶紧去 然后今天托尼的事 就赶紧办 查方的事呢 现在是别告诉你们家头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他 多半会反对 你就说 咱们这几天都挺好的 等到沐浴成舟 他就管不着了 那行吧 那我走了姐 来 官场如海 起伏不定 他生了官 欧阳 那你可满意现在的官职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把你变成了现在这般面目全非 不过 我一定会祈求九天神佛保佑你 一辈子官运艰难 万事坎坷 直到你肯归还 你欠我的东西为止 你欠我的东西为止 你quier死他 那你不必ously 想不出事